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Toy Hacks Label for GT Jazz 那這款由Generation Toys所出品的Jazz 車型是根據Porsche 911所設計的 載具形態之下看起來是相當不錯 唯一的缺點就是缺乏了一些應該有的贊助廠商以及字樣 這份貼紙就是為了補強它的細節 貼紙的內容物總共有5張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來貼貼紙吧 也可以用來貼紙 C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終於貼完貼紙了,耗費的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在升級過後載具形態進步了非常多,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在保險桿的地方呢這邊有新增細節,車頂上面的條紋全部都是新增上去的 擋風玻璃以及尾翼的部份都有新增Martini Racing的字樣 引擎蓋的兩側也有新增細節,看到車子的側面也新增了非常多的細節 車門的部份有新增Martini還有一個4號 下面的條紋也全部都是新增上去的,看起來是非常正點的 看到車尾,條紋有延伸到這邊,還有新增了我最愛的車牌 車牌上面寫的J4ZZ,也就是Jazz 那在載具形態升級過後我個人是覺得相當的滿意 不僅增添更多的細節,也更加還原實車 那接下來我們拿出Mac Toys的Dunbit出來比較一下 兩款都是Porsche的車型也都有加了升級貼紙 Mac Toys這款是比較舊款的 Generation Toys這款呢是比較新款的Porsche 有一種新舊交替的感覺,雖然說是不同廠家所出品的 但是擺在一起呢看起來也是非常的正點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變成人型再來看一下吧 在變為人型之後也增加了一些畫絨點睛的貼紙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在頭部與車頭連接的這一塊呢新增了一張貼紙 肩膀處也有新增細節,以及一張博派的貼紙 手臂的後面呢這邊有新增了三張貼紙 但是在官網它並沒有說明 裙腳的部份有新增細節 側裙也有新增貼紙 大腿有新增細節,兩邊是不一樣的 看到小腿呢這邊也有新增細節 以及在腳板的部位也有新增的細節貼紙 手臂的外側有新增文字 Do it with style 內側則是C06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裡面是C06 外面則是改成了Or Don't Even Bother 那這兩句話呢合在一起就是要嘛就是非常有型 要嘛就不用麻煩了 那在人型之下升級過後我個人覺得也是還不錯的 比起原本算是單調的塗裝,增加了蠻多的細節 以觀賞線來說算是提升了不少 那這款由Tory Hacks所出品的Labels for GT Jazz 在升級過後在劇型態更加還原真實的車輛 人型的改變也不算少 那這份貼紙的做工品質也還算不錯 貼的過程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升級過後的效果我個人也是相當滿意的 那今天這款Labels for GT Jazz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那我們下次見,掰掰